根据宜兰县府统计 南欧乡长照需求人数274名 目前使用人数154名 使用率达56.2% 但服务模式仍于居家室跟机构室为主 缺少社区市日间照顾 在卫福部经费补助 及宜兰县政府长照政策推展下 宜兰县内首座也是原乡第二座 以部落为主的违行日照中心 13号在南欧部落正式启用 由于受到法规限制跟土地取得困难 最后是由天主堂领义会承接计划 并无偿提供土地 在南欧部落圣洛社天主堂 建制这座日照中心 补足原乡日间照顾使用需求 因为这个是很偏僻的地方 支持这个工作 希望那些站在这里受到很好的照顾 不过这座日照中心目前只能收脱 五位失智失能长辈 因此有主人表示 希望政府要多培育在地产业人才 或提升第一线在职人员训练 增加服务量能 让有需求的长者都能获得照顾 那以后长照机构势必会需要的人力 人力会越来越多 希望中央也重视这个区块 让他们早一点取得这个证照 因为我们现在原乡的老人 已经到38%了 到38% 所以有更多的老人需要被照顾 只要搭车还有送餐的服务 就是我们都买单 那现在呢继续我们扩大来服务 对他们的交通部分 交通的服务 还有营养的服务 还有社会福利的服务 我们都希望能够照顾到 县长林志庙表示 受到原乡土地取得困难 及服务成本高 难以引进都会服务资源 导致原乡地区长照资源部件 常常赶不上在地老化速度 林志庙强调 未来会加速推动原乡厂照资源普及 提供连续性照顾服务 符合租人需求 原市新闻 胡顺布拉瑞亚 伊朗南澳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